但是當然大家都會看的就是三月份還有另外一個很影響 整個市場那件事就是聯儲局三月會議息 雖然現在就俄烏的局勢也是緊張 但好像大家普遍都還是相信三月監釋好像都沒有懸念 你怎麼看是不是其實都應該會跟之前大家預期的部分一樣 還是會不是都因應局勢有些調整呢? 其實我想之前就市場會遇到今次三月第一次議息會議 就是聯儲局那個態度會遇到很英的 就是最初那個想法都是會遇到可能第一下就會加0.5 我們叫做兩碼啦 但是到現在就其實這個就我覺得是市場的想法來的 其實從來就聯儲局都不見得有很大的跡象 因為你看到有些聯儲局理事就說到很鷹派的 但是那些都是我們叫做很 minor 比較少數派 比較多數的就是大部分的看法都是覺得第一次都是加0.25 所以其實就是跟現在的這一刻的市場預期 就是我們說例如例率期貨都很相符的 那我想就沒有什麼意外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有些當然有些人會猜就是 哇 俄烏搞得這麼嚴重 會不會都怕了 就是因為始終打仗會有很多情況影響 會不會不加息 我自己覺得這個機會率是很低的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第一始終就是 雖然叫做地緣大家覺得很擔心啦 但是實際上對美國經濟影響不大的 因為這兩個國家佔 就是俄羅斯福克蘭對美國進出口來說 比例都是低的 那這個是第一 第二樣東西就是他們就是engaged 進入的戰爭其實是會令到很多商品的價格都升的 而這件事是會令到本來已經很重的通脹壓力再加重 那所以就是講白一點就是聯儲局不加多一下已經叫做好給面子了 還叫再 還說因為這樣會不加息的話 如果是這樣就 現在現下這一刻那些商品價格那些應該會 就是會再飛升或者再瘋很多 所以就不應該都機會很微的 然後再看看 取了 看到